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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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风风火火 金光闪闪闪闪闪妖魔 舞哄哄转转 吻天翻海几只鲤 等雲酒鱼 莲花素舌 却酸透流离不畏惧鬼神 瞻瞻天蝶 波浪凸 一乘路只为 人世太平 金光光明 又去一尘 淀墨青荒 安靠之鱼 领珠终树 闹翻船 脑海的肩膳 在闹哀号 闹哩是英雄少年 在一种心中 人翻船 是英雄 人翻船 是英雄 不 你 对不起 这儿知错了 你娘 怀你怀了三年六个月 花开花落 春去秋来 爹爹盼了你三年六个月啊 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你怎么就又走了呢 如果不让你去学什么法术 你就不会去东海龙宫 惹那么大的祸 都是爹爹不好啊 都是爹爹没有留住你啊 是爹的错 爹对你关心太少了 亏欠你的太多了 可是 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如果有来世 爹爹一定会加倍地偿悔 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爹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爹 我知道错了 您就别跟我生气了 爹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爹 爹 爹 他看不见我 你此次逆牌 以事逆天而行 须以断绝人伦作为代价 当下 你唯有履行上天的使命 方可回家与令尊令堂相聚 我才不要断绝人伦 爹 刘年的生意 为父亲 哪吒 娘好想你 娘 娘 我回来了 娘 我回来了 哪吒回来了 我 妈 为什么我碰不到爹 也碰不到娘呢 哪吒 哪吒 为什么不来看娘 哪怕睡到梦里也行吗 娘 明天我就去帮小龙女傅姓东海 我会把全天下的妖魔鬼怪 全部都消灭 这样你们就能够看到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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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啊 哪吒 是少爷回来了吗 看到少爷了吗 看到少爷了吗 快走 夫人 我没有看到少爷 哪吒 哪吒 明明你已经回来了 为什么娘却看不到你 娘好想你 我 好想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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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将军 何时喧哗 回禀将军 这个士兵目无法计 藐视军威 将军饶命 我没有 还敢狡辩 将军 你要替小子做主啊 我等只是抓老鼠 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楚 回将军 这小子在火房里面偷吃 还烫伤了自己的手 我等只是抓老鼠 不小心 才把手给烫伤的 抓老鼠 既然是抓老鼠 为何嘴巴里还塞着馒头 我 叔 为什么偷吃啊 将军 我夜宣回来太晚 早上 没有吃饭 你还说 目无军技 秒失军威 你既然作为军人 违反了军技 就必须受到惩罚 将军饶命 跟我来 是 这回这小子可得遭殃了 来 先吃个糕点 爹 你开玩笑啊 你为什么不罚他 来 把手给我 来 把手给我 你叫陈虎啊 将军知道属下的名字 我也曾经有一个 像你这么大的儿子 将军说的是哪吒少爷吧 你先好好养伤吧 等伤养好了 再回来练武 将军 您不罚我 不罚 以前只要我犯一点小错 你就对我又打又骂 现在这家伙偷吃东西 你不但不罚他 竟然还亲手给他包砸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以前 我对哪吒总是格外地严厉 容不得他犯一点点的错 纯纯怀胎三年 我知道他绝非犯态 所以自然对他格外地期许 希望他将来能够成才啊 其实哪吒颇有先缘 又得到先术高人的指定 我是怕他年纪轻轻 容易自闻 走岔路 虽然对他更加严厉地要求 现在将军 现在将军 都是我这个为人妇的私心啊 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其实年轻人犯错 在所难免 但只要能够改过 积极向善 都为时为晚 是 明白吗 是 将军 属下往后 必定谨遵将军教诲 再也不让将军失望了 去吧 是 将军 将军 方才说的那些话 其实是想对哪吒少爷说的吧 是啊 可惜 可惜 他再也听不到了 去吧 是 将军 爹 虽然这一次活下来 您和娘亲都看不见我 您却是第一次这么深地让我感受到 你们对我的爱 您总是说 都是娘的错 其实都应该怪我 怪我以前不懂事 怪我总是惹你们生气 怪我不懂得 您的良苦用心 这次太义世尊和观音大使 给了我复生的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 待孩儿住小龙 你复兴东海归来 爹爹说什么 孩儿都听 爹爹 保重 是 恭喜女王 贺喜女王 现在四海皆已沦陷 妖族大帝一统三界 指日可待 四海算什么 本就是我妖族的囊中之物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 那您担心什么呀 想当年 我父王与那所谓的 玄门正道之人大战 最后被敖广所伤了 丧失了九成法力 才落得被太乙真人 封印五百年的下场 至今都没有恢复 那太乙真人 原本法力不抵我父王 使他使了诈 利用玄天之力 借用天地间 太号正义器的能量 才得以封印住我父王 也就是说 我父王这些年 一直被太号正义器所克制 女王 那可不好对付 好在天道循环 物极必反 就算是太号正义器 也不是恒久不变的 我们只要等到 太号正义器衰退之时 配及四海龙王之血 加上金水令牌 银水令牌的法力 加以催化 我父王的法力 不但可以恢复 更能强盛一千百倍 到了那个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啊 女王一定要在 妖族大帝面前 替蜀下多多美言几句 像你这种小人 只会想着你自己 女王 蜀下对您是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哪 还望女王多多照拂 放心吧 我们妖族不会亏待你的 谢女王 不过眼下倒是用人至极 您放心 属下一定任劳任怨 任凭差遣 可是你闻不能出谋 武难以匹敌 不过好在你够阴险 够狡诈 本王这就派你 去水精陵那里 套取金水令牌的咒语 你给我把小龙女她们看好了 那那南海龙王怎么处置啊 南海龙王 这个背信弃义的老东西 还想在本王面前 讨什么情面 哼 你还想在本王面前 你还想在本王面前 讨什么情面 你还想在本王面前 讨什么情面 你还想在本王面前 你还想在本王面前 好 二王叔 你如今把我送入这儿 便是把东海 最后一点希望都给毁了 你们都别说了 你们要么就是骂 要么就是不甘 但是我们也是 抵不过妖族啊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 为了减少 我三海族群的商王 我都是为了大家好 你若是真的为了我们好 现在就放我们走 为时还不晚 王二 若有来日 我肯定第一个杀了你 去 把他嘴给我堵上 是 二王兄 你即使再怎么堵住 三王兄的嘴 你依旧还是堵不住 他的怒火 就像你再怎么堵住河川 水还是会回到海里 你还是收手吧 事已至此 你让本王如何回头 你们欣喜东海 本王难道就不欣喜 我的南海众生吗 可我四海原来是 同宗同宗上下一心 如今我父王已经落难了 二王说 你是想亲手把剩下的三海 全都送入覆面吗 有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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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龙王果然看得清形势 只望 蛇姬往后 能够 好好善待他们 这 就不关你的事了 来人哪 是 将他们打入大牢 和东海龙王好好相聚 小龙女另行关押 是 我真被我猜中啊 偏偏不听小爷的劝 才会露得这个下场 小龙女 你家慕安哥哥跑哪儿去了 还不是要小爷来救你 玉仙 玉仙 玉仙这是怎么了 我现在已经是东海的女王 在大庭广众之下待我如此亲密 要让人看见我该如何服众啊 都是我不好 我太想你了 不过 我们马上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此话何意 大帝现在已经收服了这个火龙使者 这个火龙使者法力还行 已被妖力所蛊惑 绝无而行 只要你一句话 我相信 大帝会立刻派我在你身边 这样 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没想到这火龙使者法力如此高强 能代替你的位置 既然如此 你便陪我去魔宫向大帝要人 如何 好 什么 小龙女被二王叔抓走了 正是 大王和北海龙王也被一并带往东海 怎么会这样 难道真的被所谓的哪吒说中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诸位 让我杀上东海 这 太子殿下 属下认为 如今绝非救援东海公主 跟三位龙王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 救自然是要救 但是当下 大王和被害龙王皆落入敌手 难以调请援兵 我军势胆礼貌 并且 我们对东海防御一无所致 此时前去 无异于以卵击石啊 太子殿下 事不相瞒 已经有不少地球 偷偷出走了 剩下的这些 都是忠肝义胆之事 虽说大家都是汗不畏死 但是贸然前往 只怕 一来 是灭了军心 这二来 会寒了将士们的心哪 还望太子殿下放下儿女情长 够了 儿女情长 简直鹰派狐言 现在四海 眼看要落到蛇姬手里了 若不及时出兵 难道要看他为所愿为吗 慕昂太子 他必多说 我心已决 你若是不愿服我 带着营中士兵 离去便是 但是 我倒要看看 这四海的勇士 是不是要眼睁睁地看着 四海崩离 太子殿下 今日之事 绝非我等有窃战之意 若有来日 我等还愿效忠摩昂太子 万死不辞 太子保重 太子 还有谁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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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誓死追陪 摩昂太子 整兵 出兵出海 父王 四海龙王和小龙女 已被我擒获 好 干得不错 能被父王夸赞 是女儿最开心的事 本王早就说过 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大帝通天彻地 属下佩服不已 这三界很快就是本王的了 父王一统三界 威震天下 大王一统三界 威震天下 父王 女儿此次前来 还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你们全都退下 是 女儿出党四海 急需稳固根基 现在正是用人之计 女儿这次前来 希望向父王 讨得一名手下 帮助女儿统领四海 那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女儿心中自然有合适的人选 还望父王忍痛割碍 好 你说小龙女多好的一位公主啊 南海龙王怎么能做这种事啊 小点声 此话万不可被别人听取了 要怪就怪那个蛇姬 去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点头或者是摇头 听懂了吗 点头 刚刚你说小龙女公主 那我问你 她和母王现在在哪儿 你知道吧 小龙女在哪儿你知道吧 她现在在哪儿 我问你她在哪儿呢 你点什么头 给你紧凯法术可以 但是你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我听你了 谢谢小爷 你可千万有手下留情啊小爷 那么多废话 我问你小龙女在哪儿 小龙女在龙宫西侧的地牢里 那边那边那边 干吗 小爷 小爷 你还是把我弄成她那样吧 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 小的也定然脱不了干系啊 如你所愿 好 还有这玩意儿 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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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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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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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天下千秋霸业 我父王给了我公主之称 敖光给了我王后之名 你能给我什么 你不过是 我乖乖乖乖听话 你这儿 神迹什么呀 宰相大人 还望宰相大人 多在蛇姬女王面前美言几句 我男孩子民一定 安守本分 绝无一心 好说 好说 你 你要干什么 蛇姬女王已经答应我了 只要我把小龙女和其余龙王 起至东海龙宫 这会让我继续在南海主位上 是吗 我不管女王陛下许诺过你什么 我只知道 女王要我取下你的向上人头 离 来人呀 在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好啊 用背信弃义 毫无诚信可言 放给我 二王叔 还二王叔长 二王叔短呢 我的小公主 你都自身难保了 那丑三侠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水族众人 你怎么能助纣违约帮那个妖妇 一起迫害自己的亲族呢 亲族 你等阶下囚不配和我做亲族 我只知道女王陛下对我恩重如山 我定当尽心尽力地辅佐于她 恩重如山 恩重如山 那我父王呢 他当年救了你们一家老小的命 他那么相信你 安排你在他身边 结果呢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过不过得去 有什么过不去 过在你们身边 你们对我忽来和去任意之事 把我当成奴仆一样 我当他一个宰相 你们给给我应用的尊严吗 宰相 你的宰相之位从何而来 问问你自己 谁给你的宰相啊 斗敏 大明仇 怪只怪我父王眼睛瞎了 救了你这么个东西 养不为患 快来看哪 都要死了 还那么多废话呢 我的小公主 看到你现在 落到这般狼狈的境地 我的心哪 真的好爽啊 我就算狼狈 也不愿与你这品德低贱之人 多言一句 快回去找那个妖妇吧 是是是 本宰相都要看看 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给我看好了 你真没想到啊 你也有今天 老二 你活该 你这个残害青族 投体穷容的狗东西 你不得好死 你根本不配 我们龙族的称号 狗东西不得好死 半王帝 我真的有限 还没有 这不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人 地牢重地 任何人不得擅闯 二位军爷 小的是奉宰相大人之命 前来给李宗盛送饭的 你可有腰牌啊 有有有 有 原来是奉宾大爷呀 小的刚才 多有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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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您请 你们两个非常不错啊 非常经得起考验 本大人会在女王陛下面前 多替你们美颜几句的 多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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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脚下 多谢大人 您慢点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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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欠 我前来给您送的饭 我不吃 您带走吗 不吃正好 反正也是假的 你出去吧 我是来找你报仇的 你报仇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什么地方得罪过我 你这个问题问得还真是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为什么你对每个人都挺不错 唯独对我这般 还有当年在昆仑仙院的时候 每逢大考 你连个答案都不给我抄 你来干什么 谁让你来的 不想看见我呀 那你想看见谁呀 摩昂啊 你们家摩昂哥哥早就 你们家摩昂哥哥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还是小月带你逃吧 你去哪儿啊 外面有数位 我的天哪 你们这个娄嗦宫主 怎么像小狗一样咬人啊 外面你两个兄弟 既然把我们的小狗拉走啊 受命啊 走 勾引女王陛下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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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亲那边怎么样了 回女王 女王陛下呀 身怀谋士之略呀 属下已经监督敖亲 将小龙女抓入东海 现在呀 关在大牢里 敖亲本人 属下也亲自将她抓进大牢 和她兄弟们团聚了 好 这次你辛苦了 属下对女王啊 那是忠心耿耿 凡事啊 必须亲力亲为 生怕坏了女王的正事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坏水 倒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谢女王夸赞 属下文不成 武不就的 但是 只要能替女王出谋划策 哪怕废寝忘食 哪怕担心 依宰相所言 此事乃是你一人之功 属下 绝无邀功之义 为了使这件事情发展顺利 属下 那是费了不少心思 方可将其一网打尽 当初若不是我奉女王之命 将那敖青 恩威病师 逼她乖乖就范 就凭你这个两性家臣 能助女王收复四海 两性家臣又如何 本宰相当初明珠暗头 直至遇到女王 方才得以重用 所以对女王尽心尽力 当真 我记得女王陛下 命你前去取得 金水令牌的咒语 你可取得了 不敢辜负女王陛下的信任 本在乡自有妙计 就不劳烦你 费心了 如此 便已办成了 虽然属下 现在还没有拿到 金水令牌的咒语 但 但是啊 属下已在归族啊 布下了暗线 不出几日 就可以找到 归仙人的行踪的 此次你功不可没 此次你功不可没 近日也诸多劳累 不宜奔波 本王也需要你在身边继续出谋划策 本王也需要你在身边继续出谋划策 这条暗线你便交由鱼姬即可 你 女王啊 你 女王啊 属下替您办事 怎么敢说累呢 这件事啊 还是交给属下去办 比较妥当 你照做及事 无需多言 丙女王 暗黑使者就见 他是一个人来的 还是两个人来的 两个人 好 让他们进来吧 暗黑使者称 令有药士与女王相商 光他 他什么身份 竟敢指令咱们女王 好 那我前去看看 他究竟有何药士 丑宰相在此候着 鱼姬随我去 是 就是 楼上 acqu丧 第五药士与有何 Потом 解决 ele 走 火龙使者吗 倒是有劳暗黑使者 跑着一跑 火龙使者 还不快见过女王 在下火龙使者 见过女王 免礼 抬起头来 让本王好好瞧瞧 早就听闻 火龙使者大名 我父王的眼力真是不错 你果然是一个 年轻力壮 容貌俊俏之人 想要在本王面前讨关心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就要看你的心思 有没有用对地方 本王向来赏罚分明 对你亦是满怀期待 只是在本王身边做事 要分轻重 不要自视劳苦功高 便忘了身份 施了尊卑 属下定不让女王失望 女王 怎么 暗黑使者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鱼姬大人 女王正在商量钥匙 不得打扰 小龙女被救走了 什么 什么人救走的 我也不知道 她变成虾兵的模样 还拿着腰牌 带我去看看 真是 好好一个龙宫 干吗修这么复杂 我来带路 跟我走 什么人 站住 够 小龙女 谁 这 小龙女 公主逃跑了 被我抓住了 我现在正准备 让她回牢房呢 牢房 牢房 可不是这个方向 看我这机型 我是新来的 不好意思啊 忘了忘了 走 走 辛苦了 兄弟 辛苦辛苦 你也辛苦了 兄弟 好好 走 我药力未处 我利盈品 快走 走 快走 丑宰相 枉费女王 对你这么信任 你 这 不对啊 玉姬大人 这地牢 明明是你负责看守的 你手底下这么多人 你连一个 守无寸地的小龙女 你都看不住 你跟她何罪啊 刚才明明是你 和小龙女在一起 难道说 你是假义相扶女王 实则 暗地里放走了 你的舅主 好啊 你少给我含血喷人 我告诉你 我 小龙女身上药性未除 跑不了多远 给我分头去追 是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妖兵 想必是蛇姬已经发现我们了 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 你们三个 去后面找 我大王兄 你们三个 请吧 去那边找 请吧 记住 务必抓到小龙女 是 我大王兄居然投靠了射击 这便是你们东海大太子的本事 都给我搜紫细了 是 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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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什么也没有 你们去其他地方找一下 是 是 你们快走 我那边走 算你还有点儿良心 能能哪吒 你跟我一起走不大王兄 不 我留在这里 总能苟惑于世 若是逃离 被蛇姬发现了 恐怕难逃一死 我不走 你就把自己的命 看得那么重要吗 东海的兴衰匆忙 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 蛇姬饶我一命一事不易 我一个王国太子 你又能做什么 大王兄 走 如果是让这蛇姬发现了 我一定不得好死 走 走啊 小龙女我们走 让她自己在这儿 做她的狗奴才吧 什么 逃了 我 废 本王留你何用 属下已令人去追 若抓不到 你便提头来见 是 渔王 让往前去协助 定将小龙女抓回了舰铁 去 让本王看看你的本事 是 啊 看 我们没事 我们没事 我 找 available 你 来 你 你们来 你 对 我们来 你先带龙妹妹走 我们西海岸山洞几河 你小心点 走 走 你坚持住啊 走 哪吒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怎么会死 我可舍不得你 准备带你一起上路 走 万水冰军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就是药里还没有死啊 我能拖累你 你赶紧走 说的这是什么话 小爷说要带你走 看等谁能拦得住我 他就这样 这 才可以 回 미국 你可以 Teaching 你 还 给我 你 回 他 你 干 死 他 他 这是 我输了 动手吧 为什么不杀我 如今蛇姬叛乱无道 人人得而诛之 你本事高超 何必跟着他残害水族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愚中 四海都已经生灵涂炭了 不必多费穿舍 要杀便杀 你是个人才 只可惜站错了阵营 本太子正值拥有人之急 若是你愿意投降的话 我 住口 我是不会背叛女王的 蛇姬名不正 言不顺 将来必出大乱 我不是劝你投降 我只是希望 你可以为整个水族考虑 谁是明君 谁才可以定帮治天下 而蛇姬绝非首选 这些话 你留给你自己听吧 如今四海龙王 非死吉祥 都败在女王手下 要不是他们昏庸无能 怎会让人取而代之 我父王如今虽然被擒 你 但是我西海勇士前赴后继 终有一日可以复兴水族 但如果蛇姬被擒的话 谁会去营救 你 还是丑宅相 不必多说 要么杀了我 要么放了我 我们后会有期 你好自为之吧 我说的话牢牢记住 我说的话牢牢记住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只是我要行为处 方才有施法牵引江海 恐怕一时难以恢复了 别担心 有小爷保护你 能让 罗王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是我拖累了你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咱们也不至于 怕这几个小罗王 我倒是不在意你 拖不拖累我 我只是在意你 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都告诉过你了 南海龙王要陷害你 你还是要去自投罗王 主要是我已经 没有其他亲人了 我实在是不愿意相信 二王叔也是这样的人 很多事情即便是亲眼所见 都不一定是真的 何况是你看都没看见 为什么我说的话 就是没有人相信呢 同志 我禀哥哥 亮哥 霉霉 羽然来了 都给我听好了 任何可疑人物不能放过 是 你们两个去那边 你们两个去那边 剩下的跟我来 是 那边有东西 跟我走 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如果去摩昂说的 西海岸山洞的话 一定会被蛇姬的人发现的 我知道这附近 有一个万花拳 不如先去那儿 把你的身子养好了 你再去找摩昂 怎么样 行不行 你好歹给我句话吧 行 你不说话是吧 那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 我真的走了 我不管你了 我说你 报 怎么样 小龙女她们怎么还没来 殿下 蛇姬的手下 从下午到现在 一直都在附近盘查 公主 大概是怕暴露行踪 所以 到现在都还没有现身 不往这儿来 会躲到哪儿去呢 如今四海 只剩你们这些精兵猛将 若公主与我分离 怕凶多吉少 去通知其他人 仔细打探公主的下落 一有消息 马上告诉我 是 也就是说 小龙女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骑兵女王 属下本来就要将小龙女抓获 没想到 黄昂那小子 竟然使诈将我引开 火龙使者急于争功前去追捕 要是属下的话 肯定能将小龙女擒回 你是怪我失职吗 若你不急功好战 又岂会上当 你说什么 这墓中无人的鱼姬大人 不是一向标榜自己武功高强的吗 怎么这一次 让小龙女给逃走了呢 在相此话何意 原来你耳力不好啊 我是在说你办事不利 有本事现在就跟我一决高下 到了 是 下次无论是谁再遇到 如果再让他给掏了 我一定深究到底 你们给我听好 无论用什么方法 去把小龙女给我抓回来 他只要一日不死 本王就一日不得安宁 属下遵命 冰女王 属下还有一事 什么 今天追捕小龙女 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谁 是哪吒 什么 哪吒竟然死而复生啊 哪吒没有死 正是 公主那边传来消息 鱼姬正在追捕小龙女的时候 就是那个哪吒 出现救走了小龙女 哪吒 又是哪吒 大帝 你身体无事吧 这股正弃 增强了太后正一弃的力量 本王不但被弃压制 法力无法恢复 反而还在不断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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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帝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看来这股力量 是相助太后正一弃之人 出事的征兆 如今哪吒死而复生 难道是哪吒 哪吒虽然败入太乙真人门巷 他与其他弟子 并无不同 何况 他只是个凡人 凡人 你也知道他只是个凡人 为何屡屡被他 坏了大事啊 属下无等 请大帝治罪 现在没时间拖延了 不管这股力量的出处 现在最重要的 是让蛇姬 把银水令牌找回来 快去 好 去呀 是 别吧 总算是退伤了 放开 对不起啊 哪吒 干吗 你还怕小爷占你便宜啊 别搞笑了 我就是给你试试体温 不信的话你自己摸 是不是已经降温了 谢谢你 不用谢我 你还是好好躺着休息吧 如今四海沦陷 仅凭你一人之力 断然无法有蛇姬对抗 蛇姬 究竟我父王 我得想办法 把他们救出来 你放心 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观音大事 那就必然不会实验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 再说 就算我现在 再回家也无法与父母团聚 小爷这颗金脑袋 就借给你小龙女用了 原来 你是因为回不了家才留在这儿的 我是为你好 这次就是因为你不听劝 所以才会被蛇姬给抓住 要不是我到得及时 你早就没命了 所以接下来你还是听我的吧 依我看 你和你那个父王都是个木头脑袋 那么容易就相信别人 也难怪 蛇姬把你弄得这么狼狈 你 你走 你走 我再也不要你来帮我 真是个木头脑袋 小爷我掏心掏肺 他还不识好歹 来 哪吒 这个我抄了一千遍给你 一千遍 谢谢你啊 小龙女 快速快速快速 来来来 小龙女 你又帮我抄了一千遍 手一定很酸吧 一定很辛苦吧 你这真好啊 小龙女 可惜 我已经抄完了 傻瓜 小龙女 难道你以为我愿意替你抄啊 那也不是我让你帮我抄的呀 难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好心帮你这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了 那你想让我怎么对你啊 难道你太烦人了 我是讨厌 好人喜欢百看不厌 我再也不理你了 你又想听听我啊 小龙女 小龙女 我求求你 别哭了 行不行 小龙女 你是 你是 九州八华 青山女后 五不四海 三界两仪 唯一最最美丽 最最善良的小龙女公主 我给你道歉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还不行吗 你可怎么又不高兴啊 女王陛下 女王陛下 您还在为哪吒死而敷生之事 烦恼吗 眼下这哪吒倒是不足畏惧 只是金水令牌的咒语没弄清 银水令牌又下了不明 父王急待恢复法力 这该如何是好 女王陛下 不是命属下前往归族 联系归族细作 若是取得记忆宝盆 那银水令牌的线索 也许就找到了 此事关乎银水令牌 我便将此事交付于你 你切记要小心行事 不要让我失望 女王陛下放心 我一定不如使命 找到银水令牌 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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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这个玉珠吗 允线 别难过了 如今我父王被封印 我们妖族 可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怎么可能呢 你是大帝唯一的血脉 也是我 也是我们妖族 坚持到最后的理由啊 玉兴 若是连你都这般灰心丧气 那不是碎了太医老头的意了吗 没想到 如今陪在我身边的 只有你了 玉兴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若你所言当真 你我便以此为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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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果真是没看错人 你当真如此痴情 这破物件 你竟然留了这么多年 这怎么能是破物件呢 这是你我 你瞧 这不就是个破物件吗 如今我已统领四海 金珠玉柴应有尽有 这破镯子对我而言 又有何用 玉兴 我没有想到 你如此绝情 你既知我绝情 就不该如此不识趣 你我相伴多年 难道就 这些年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本王上次已经和你清清楚楚地说了 你不过是本王的一颗棋子 怎么如此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 好一个恬不知耻 既然你已经对我毫无眷恋 好 别把解药给我 从此以后 我们之间一刀两断 再无纠葛 你 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好 点 别问我 你的救护 我的有意见 ひ记住 如果不知耻bod 暗黑使者有何吩咐 解药 于姬布置暗黑使者 要何解药 你既然已经看见 我像蛇姬苦求解药 作为她的心腹 你怎会布置啊 既然我是女王的心腹 又怎会给使者解药 况且 解药并不在我手上 难道你就不担心 有一天 会落合和我一样的下场 所谓心腹 必是能托付众人之人 我对女王忠心耿耿 女王定能宽容一半 暗黑使者多虑了 宽容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只不过你对她现在 还有些用处而已 你呀 真当自己与她姐妹情深 你和我一样 只不过是她的一个棋子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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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想想要 你为什么不做 你不能导演 你怎么会不做 我 火龙使者刚刚来到龙宫 不好好待着后命 还有闲心四处闲逛啊 你 安黑大人啊 您这就错怪火龙使者了 是女王陛下特地命属下 待火龙使者 在咱东海四处逛逛 既然如此 你听好了 以后别抓不到人找妓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女王陛下还未责罚于我 哪儿轮得到你说三道四 眼下女王陛下 指明让我协理东海之事 我却安黑使者你呀 还是把心思放在魔宫上 以免被大帝责罚 你好大口气 责罚 大帝刚刚帮你恢复了记忆 你就如此猖狂是吗 再这样下去 不得让你翻天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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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黑 你看清楚 这里可是东海 女王陛下怪的下来 你只不过是我妖族的 一个走狗 也敢教训起我来 是 对啊 对啊 你别打了 火龙使者 女王还有要事要告诉你 咱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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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肯定还有 不肯定有白活了 对啊 怎么只要是 这也要弄了 你这么这么多 Alt年 这就是 infini 你也不救了 我 你这就像你 你去哪一扬的 丑宰相 你先下去吧 属下遵旨 火龙使者 本王此次叫你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吩咐于你 女王陛下请讲 自从我父王在云仙洞 冲破结界之后 体内一直被正气淤堵 本王在想 也许这孩童唇念 有助于我父王治疗内瘤 女王陛下的意思是 为大帝收集孩童唇念 没错 若是要帮我父王治疗内瘤 得在七七四十九天 连续不断地 用孩童唇念来疏导 这一个个孩童 得在五勺之中 在抓捕的时候 要保证其不受到惊吓 即唇念不改 在本王刚刚驾到东海的时候 曾经听说过 在这东海南边 有一处民风淳朴的 安宁小镇 名曰刘云镇 那里的孩童 天真无暇质朴 必定可以帮我父王治疗内瘤 火龙使者 你先回去准备着 待我向父王禀告之后 再向大帝献祭也不迟 是 确定是在此处发现 小龙女踪迹的吗 殿下 属下不曾见过公主 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只是听村里人说 前些日子来了一男一女 他们逃荒流落至此 便在村中住下 属下听他们描述 倒是与公主有几分相似 龙妹妹 自我们失散后 我不断派人前去寻你 可惜 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这次 希望真的是你 龙妹妹 龙妹妹 我终于 你找谁啊 对不起 认错了 女王啊 属下呀 寻遍四海 终于觅得着上好的云纹锦 特此乘上 还望女王陛下笑纳 希望女王啊 饶恕属下之前 办事不利之罪呀 知道了 下去吧 下去吧 女王啊 按理来说 属下不应该挑拨 君臣关系 可是此事重大 属下不得不说 何事啊 女王 您刚才看到鱼姬身上 掉落的穗子了吗 不过只是个 普通的穗子而已 难道还会有什么内情 我的女王啊 我的女王啊 那个呀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穗子 那个 是七林玉锦穗 取西海 七种水灵兽的塞须所致 是 想当年 那是西海龙王 特意给摩昂太子求来的 这么多年 他一直挂在摩昂太子的三棱简上 可是突然就在他鱼姬身上出现了 你能输住 一种拨子 说想 Siberia 大装也是 不得了 不能搬拨 你也不得了 可以那via 你呢 为什么 你帮我 你应该把我给你 是 父王 王兄 水金里 你们都是龙儿之爱的人 如今却一个个落难 龙儿该怎么办 小龙女 小龙啊 我蘸了点果子 凑合着吃吧 你看它长得不好看 这这还挺好吃的 你要不要尝一个 你就算生气了 也不能不理人吧 父王 虽然您落入舌计之手 但龙儿相信父王 一定还活着 龙儿一定会想办法 把您救出来 您一定要等我 你 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我得振作我自己 我一定要复兴水泽 一定要救出我要救的人 对对对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你又过来做什么 小爷可是救了你的命 别对我这么不客气 救命之恩 我自当会回报你 既然你若冬还治不通道不合 我是不会劳烦你出手相帮的 你父王不分青红造白 硬来我杀了敖饼 还必有偿命 难道我含冤暴躯了 还不能抱怨两句了 哪吒 我最后问你一次 我王兄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我也最后再告诉你一遍 敖饼不是我杀的 那是谁杀的 我怎么会知道啊 人人都夸你冰雪聪明 人人都夸你冰雪聪明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却不明白 我去东海龙宫 不过是为了求疑 杀你王兄干什么 可是当时 我们在龙宫里 看到我王兄的时候 他胸上的伤口 确实是被兵器所伤 撑了不多事 他就 胸 胸上的伤口 写不可能 我当时 不过是打了他一挡 便回陈塘关了 他最多 就是一个内伤而已 哪吒 你当时用的 是火箭枪对不对 那是自然 我此时想来 王兄身上 虽然是被兵器所伤 可能伤口的形状 跟火箭枪是不一样的 当时 大家只是悲痛欲绝 没有想到这些 现在想来 才察觉有疑 冤枉了我这么久 今天你总算说句 中厅的话了 不过呢 小爷我心胸宽广 不跟你地缴 为今之计 只有我们联手 才能打败蛇姬 救出你父王 而且 这样我才能早点回家 见我父母 你说得对 眼下愿意帮我的 也只有你一个了 谁让我心肠好呢 不过说起来 这蛇姬也够贪心的 她不仅收了四海 还夺了金水令牌 现在还对你紧紧追杀 你这个东海轮宫的公主 也真是命运波折 你 你别难过 我就 我就随便说说 我瞎说的 如果我能找到 我的五件法宝就好了 到时候肯定能打败蛇姬 你别说什么金水令牌 就是银水令牌 我都能给你找着 就是这个 什么呀 银水令牌 真有银水令牌啊 我曾经在一本 古书上读到过 天地浩渺兮 兴鬼之行迹 四海之澎湃兮 龙血之金魂 金银水令 御水而兴 比天地之大事 为似无一句集 我当时只是觉得 这可能跟我们水族有关系 可是现在 蛇姬 囚禁了我父王跟我叔父 又抢了我的金水令牌 我不知道他集计这些东西 到底是想干什么 不管他想干什么 蛇姬那个妖妇 总不会爱什么好心 那是当然 眼下 只有我们先他一步 拿到银水令牌 才有打败他的可能 那你知道银水令牌的下落吗 龟仙人好累呀 你虽然是老婆婆 但我玩起来 却跟小孩子一样 笑也是一天 哭也是一天 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心地过每一天呢 我几岁你们知道吗 我都一万岁了 我几万岁 这么大 但是 比起你们手上这玩意儿的原石啊 我还小孩呢 金水令牌的原石啊 是啊 我听说呀 金水令牌流落到东海龙宫这边 我就过来看一眼 在你们手上 我就放心了 有金水令牌的话 是不是还有银水令牌啊 聪明 金水令牌跟银水令牌结合起来 那可是三界之中最大的力量来的 银水令牌在哪里呀 我答应过别人不能说的 龟仙人呢 不想熬过来 有了 有什么了 你是不是想到 怎么找银水令牌了 龟仙人 是无龟吗 龟仙人是我们水族德高望重的长辈 他活了上万年 见证了四海三界的巨变 如果能找到他 或许就能打听到银水令牌的下落 只是 这次水族遇难 不知道他是不是能逃过一劫 那我们怎么找龟仙人啊 龟仙人向来都没有固定的住所 我最后一次听我父王说起 是他们在 陷空岛 或许我们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或许可以 这老乌龟怎么那么难找 龟仙人德高望重 现在是我唯一的指望 如果你这么不耐烦 那我就走了 我自己去不用你帮我 你先坐下 我们好好说 我说龟仙人难找 但我没说不陪你去找对吧 你火气这么大 是不是因为伤口还没有好的缘故 我们先把你的身体调理好了再走 怎么样 我伤口已经好了 根本就不碍事了 事不宜迟 咱们得尽快出发 好好好 你是公主 你说了算 小的遵命就是 我们这就出发前往那个西尔冰岛 大哥什么西尔冰岛 是陷空岛 饿晕了吧你 陷空岛 陷空岛 这名字为什么那么奇怪啊 岛屿不是应该都是 中间高 四周低吗 陷空岛听上去倒像是 中间空那块 是啊 也不知道中间那块 是被哪个大蝉毛给咬掉了 你点谁呢 我点你呢 你干吗 我是女孩你得让住 好 女王陛下命属下前来 不知有何吩咐 玉姬啊 你还不认罪 属下惶恐 不知身犯何罪 玉姬 你当真不知 属下对女王忠心耿耿 不敢有丝毫隐瞒 玉姬啊 你 敢不敢让本丞相 搜身为证啊 你这个奴子 休想碰我 你 女王陛下 玉姬 你与魔王勾结 思乡授受 现在证据就在你身上 你还是招了吧 也别再挣扎了 我以为是什么呢 原来 原来说的是这穗子呀 这穗子 原本是仇宰相交付于我 让我以此为信 设法策返摩托 近日来 我一直将此物 带在身上 想着如何将魔王收服 并且效忠女王陛下 只是玉姬实在不知 为何丑宰相突然变了想法 并拿此物 来诬陷我与魔王有私情 女王陛下 这 女王 女王 女王陛下明察 属下一片忠心 万万不讳随便无人清白 女王陛下 上次小龙女逃出东海 丑宰相就诬陷于我 眼下又涉及陷害 女王陛下 丑宰相居心叵测啊 够了 如今金水令牌咒语未得 饮水令牌下落不明 我父王的法力没有恢复 又何谈一统三件 你们两个 竟然在本王面前勾心斗角 还对我谈什么忠心耿耿 我警告你 最好给我安分守己 克尽职守 在事成之前 不要再让我看到这副嘴脸 退下 属下遵命 是 属下也遵命 我 有 我 鱼姬大人到此有何吩咐 吩咐二字鱼姬不敢待 只是暗黑使者孤身在此 并不是来看风景的吧 鱼姬大人不是说 双耳不闻窗外事 与自己无关的事从不过问吗 且不管是否与我有关 但一定与暗黑使者关系密切 鱼姬大人是想明白吗 我有没有想明白 暗黑使者不必关心 你我二人 对他尽心尽力的是否 如今他容灯大跑 却将你我弃之毙人 暗黑使者 对此 定当感同身受吧 鱼姬大人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我想要说什么 想必暗黑使者最清楚不过 清楚 之前还自诩忠心耿耿 没想到这么快 就背叛了你的女王陛下 你不用管我与女王如何 她不能给你的 我定当设法帮你取得 你的意思是呢 目前 女王最想要得到的 便是银水令牌 若是你我二人 抢先一步拿得 便可以此作为要挟 逼他拿出解药 那我凭什么相信 因为你我二人 都对他有所不满 既然你选择我帮你 必定是有所通用 必定是有所通用 说吧 想要什么告诉我 我想要的 暗黑使者 以后自然会清楚 说 需要我怎么帮 女王陛下 令我前去陷空岛 要夺取记忆宝盆 我若是孤身前往 记忆宝盆便会落入 女王之手 你是妖族大帝的亲信 若是你我二人 一同前往 便可以妖族大帝 作为借口 拖延时间 抢先一步 从记忆宝盆中 取得银水令牌的下 大帝 蛇姬公主 一命鱼姬与归族 细作联系 这就前往县空岛 取得记忆宝盆 调查银水令牌的线索 当真 没想到 银水令牌 竟和记忆宝盆有关 正是如此 属下很担心 鱼姬一个人前往 恐怕不足以对付危险人 不如让属下 同他一起去 助他一臂之力 你这就前往县空岛 一定要把记忆宝盆拿回来 是 属下定不辱命 大帝 哪吒刚刚复活 这个火龙使者 要是留在我族 恐怕有些不妥吧 你以为凭我妖族大帝 还不能对付 哪吒的一件法宝吗 大帝息怒 属下不敢 属下只是前往龙宫 看到火龙使者不顺眼而已 哪吒刚刚复活 召回火龙使者 会对我整个魔宫 乃是蛇鸡公主多有不力 属下担心 这个火龙使者不堪重任 火箭枪已经被我收服了 哪吒虽是他救助 但想要再次收服他也难了 大帝 您的法力可是尚未恢复 还是要小心为上 本王目前最需要的 就是恢复法力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找到阴水令牌 待我完全冲破太豪正义期的前置 到时候 别说是哪吒 就是太医老头 又能奈我何 是 找一找 看一看 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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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里面讲 好 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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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个人 怎么会是 我就是玉处林峰 糖笑当歌的风笑歌 你们给我听好了 刘云镇就没我拿不到的东西 今天 先借过大风的团擘了 赌托 赌托 沈公子 你可算来了 厅长 厅长 这可是 没错没错 沈公子 这就是咱们刘云镇的镇镇之宝 刘云石 咱们刘云镇地处风口 全靠这个刘云石镇着 虽说现在刘云镇四周种树 但是啊 这刘云石 已是咱们全镇上下 老老少少心中的圣物了 这 这刘云石 沈公子 你也知道 这风蝶魔道三个月前 来到咱们镇上是无所不偷 而且此人啊 来无影去无踪 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 很难防范 不过 我是留有后招的 这风蝶魔道啊 定是觊觎这宝贝许久 他也一定知道藏在我的身上 我的意思啊 干脆就放在你那里 这样他就是再来偷 也偷不着 这刘云石到底是贵重 沈某怕是难当中人 沈公子就不要再推辞了 听着 这不合适啊 为了全镇的老百姓 放在你那儿 放在你那里 别放在我这里安全 如此 那沈某就 先代替刘云镇的百姓 保护这刘云石了 那沈某告辞了 好 小心 妹姐姐 我好难受 彤彤 乖 不怕啊 姐姐马上去给你抓药 孩子们病得这么厉害 这么点钱肯定不够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值钱的 都给我藏好了 免得本大爷太容易找到 假的 刘云识 我早晚会把你弄到手 掌柜 开开门呐 我是来抓药的 梅姑娘 真是不好意思啊 自打着阵上 出现了疯癫魔斗 我们这做生意的 都没法做了 没关系 掌柜 麻烦帮我抓点药 福泽院的孩子们 又生病了 梅姑娘 你可真是心善哪 世道艰难 你一个姑娘家 还领着这么多的孤儿 现在啊 又出了个疯癫魔道 难哪 梅姑娘 这药 你要抓几天哪 一副就好 梅姑娘 我只剩下两个儿子了 掌柜 多少钱 三倍币 掌柜 我只剩下两个倍币了 我这边有一根发簪 我用这支发簪来补吧 美姑娘 来 美姑娘 拿着吧 我没你那么能耐 这些药 就算是我给孩子们的 多谢掌柜好意 但这药我不能百拿 凭日礼 您对我们福泽院多有照顾 这发簪虽不值几个钱 但请您好歹收下吧 那这样 被毙 我收下 发簪 还请姑娘收回 福德院的孩子们 可能还有需要 多谢掌柜 对了 梅姑娘 疯癫磨道 线下可就在镇上 等一下你回去 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多谢掌柜 请 我 抱得那么紧 看来里面有宝物啊 你是谁 我就是玉树林峰 长孝当歌的 风孝歌 给我站住 把药还给我 搞什么 这追这么久 这破东西有那么值钱吗 那是救命的药 求你别扔 什么药啊 我不知道 快把药包还给我 拜托你了 还给你也可以 但是你拿什么 跟我换呢 你想要什么 我都愿意跟你换 你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给我换 这么笨 这么笨 好 沈公子 梅姑娘 梅姑娘 孩子们都病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还好我今日碰到 多谢沈公子 梅姑娘 沈公子 素来对我们福泽院 关照有加 只是平日里 沈公子事务繁忙 我也不便多做打扰 今日 真多亏沈公子了 这都是小事 自家晒的梅干菜 幸蒸了些包子 沈公子要是不嫌弃 这些带回去吃吧 梅姑娘 你这 这 那就多谢梅姑娘了 我今日还要回镇上办事 你就安心照料这些孩子 今日我还带了一些药来 你先用着 改日我再来送 多谢沈公子 那就沈某先告辞了 菜都做好了没 好了好了 我菜呢 谁把我菜给吃了 又是那个 该死的疯癫魔盗 我的大老爷 你快点重新做吧 这沈公子还在外面等着呢 谁该死的 别让我给抓住 参见大帝 沿水令牌之事可有线索 启禀大帝 记忆宝盆已落入贼人之手 属下正全力追捕 废物 父王 身体要紧了 可恶的太医老头 贼心不死 只要天地间的太号争一气源源不断 本王的法力 就会不断受到压制 现在慢慢 他 Zum Nur 延水令牌 只有得到营水令牌 本王才能炼成神功 才能一统三家 父子 本王送你们去死 父王 切莫动机 女儿倒是有危机 或许可以帮父王维持法力 至于银水令牌 女儿定会让鱼姬寻回 有什么办法 父王 女儿心想 这龙血虽然喝不到 但是咱们有孩童唇念 孩童心地单纯 天真质朴 必定可以导出父王体内淤气 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大帝放心 女王已派人四处抓捕孩童 几日内便会得手 到时定会驻大帝 恢复神力 母亲 神力 阿氏 太帅了 你心疼 不在这儿 庞迹 那接手 穿伤 我 不在这儿 我 不在这儿 扶 不在这儿 他 天真良 诶 看来沈公子在流云镇 果然是有一些地位的 哪里啊 不过是祖上阴毙 这才在流云镇扎下了根 沈某今后 还要仰仗使者您呢 那些东西 你可都准备好了 您放心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日便可送往贵处 你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岔子 您放心 绝对不回答 对啊 听说你们这流云镇 风水上下 全因一块宝布 流云石 那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 据说是五百年前从天而降 被我镇上的人奉为至宝 依我看 就算这流云石蕴含什么法力 那又能怎么样啊 那也是我们凡人 无法驱逃的呀 那流云石现在正在我府上 大人若感兴趣 可随时到我府上 一观流云石的风采啊 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 总之 你可千万别耽误了我的好事 使者放心 绝对不回 等本大道将那流云石拿走 看你还怎么让人看 这么多石头 到底哪一块是流云石呢 不管了 还是先吃包子吧 没干菜价的 这是给人吃的吗 这 烦死了 烦死了 来 柳远使 你终于是我的了 老风 柳远使 疯癫魔道 还好没坏 二位 小的偷了鬼族之宝 已经回不去了 您带我回东海龙宫吧 跟我谈条件 肯定是个好宝贝 你们 你们 别追 此地不宜久了 走 来 这 这个黑不溜秋的东西 还用刀伤我 太可恶了 还好老子跑得快 这儿就是陷空岛 没错 我曾经听我父王说过 这的原来是一个国度 只是后来神明得消失了 只留下这么陷空的一个岛 归族的人 就居住在这儿 原来如此 你们是何人 竟敢入侵我陷空岛 你们要干什么 有礼了 我是东海的公主小龙女 这位是陈汤关总兵之子李哪吒 我们来 是来找归仙人前辈的 你说你是公主就是公主啊 你说他爹是总兵就是总兵 有什么证明 你 来 谁用我指项链 这就是证明 参见公主 公主见谅 近日岛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归仙人还在闭关 谁也不见 谁在叫我呀 来来来来 前辈 归仙人前辈 还记得我吗 不是小龙女 要你来酸汤 看弟子好喝呀 东海 让人为敬笑吧 归仙人 现在已经完全失忆了 谁失忆了 你是归仙人 你是我娘 娘 要不知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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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你 你 记忆宝盆来之不易 只可惜 我不能打开他其中的秘密 归先人存活于世上万年 要想在他的记忆中 找到银水令牌的下落 恐怕还要花费些时间 妖族大帝和蛇姬多疑 我们私藏记忆宝盆的事情 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 那是自然 我们要想办法 找到这个银水令牌抢占先机 否则 蛇姬不会轻易将解忧奉上 你说得没错 你先在此调查 我还需回去向蛇姬复命 拖延一些时日 依你所言 这记忆宝盆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偷走了 你们两个妖将还抵不过一个凡人 还望女王陛下恕罪 此人出手极快 我们也是在没有防备之下 被他抢占了先机 废物 没有记忆宝盆 你还有脸回来见我 还望女王陛下再给属下一次机会 不出几日 定能找到记忆宝盆的下落 好 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你这个 赵中赵啊 什么赵中赵啊 带了这个东西一万年 有硬的吗 来 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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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前辈这是怎么了 事不相瞒 我们也不太清楚 早上起来 就发现贵仙人变成了现在这样 我们猜测 很有可能是因为记忆宝盆丢失了 记忆宝盆 那是什么东西啊 是我们水族的质保 我父王说过 他能够抽取记忆 也能篡改记忆 前辈一定是因为年纪太大了 才会把记忆放在记忆宝盆里 没错 定是有贼人 将他的记忆全部盗走 才让归仙人 变成了现在这样 那 还有没有办法治好啊 观众长老 我们找到规矩长老了 可怜我族族人 定是为了追回保护 才被那些贼人杀人灭口 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 我们在流人阵附近的三林中 找到了规矩长了 他周围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对了 在他身边 还找到了这个东西 四五 名为刘云石 是刘云镇的镇镇之宝 怎么会在规矩身边 那贼人 定与刘云镇脱不了干系 不如我和小龙女 带着这刘云石 去刘云镇调查 等我们找到记忆宝盆 就与你们陷空岛联络 不必劳烦二位了 我们贵族 自会派人前去的 长老 还是我跟哪吒去吧 你们去肯定会 有人注目的 我们两个扮成普通村民 行驶也会方便些 正是 我们俩自幼 师从太乙真人门下 一定会找到记忆宝盆的 你们还是留下来 照顾归仙人吧 长老 您且放心 我们农族与贵族世代交好 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 是 包什么包 我要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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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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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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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那就劳烦二位 替我们跑一趟 我的天哪 活都给我下没了 来 寻回流云识者 赏 寻货风天国道者 大赏 没想到这两个人这么厉害 害我丢了流云识不说 而且我的腿伤也越来越严重了 来 可管 您这伤都臭了 可能是脚的味道 可能是中毒了 这么严重 您别担心啊 您看我这儿 什么药都有 保管让您药道病除 您等一下啊 老板 你听说过风孝科没有啊 怎么没听说过啊 现在刘云镇 就没有不认识这个 疯癫魔道的 前两天他还犯了件大案子 把我们刘云镇震震之时 刘云识都给偷了 是吗 那他这个 名气还挺高的啊 他那叫臭名昭著 不是 你说他偷东西也就罢了 他居然 还拐骗小孩 我们镇子 好几个孩子 都被他拐走了 谁敢冒充我拐骗小孩 还把这个罪名扣在我身上 现在啊 我们镇上 则要是吓唬小孩 就说疯癫魔道来抓他 吓得那孩子都不敢哭 这个 这 这个 拐卖小孩的 太可恶了 要是让我抓到 我绝对饶不了这个家 来 客官 这药啊 是给您内服的 这伤呢 我给您包扎一下 免得扩大了 有拿了 掌柜 掌柜 糟糕 怎么是他 掌柜 上回那副药 麻烦您再帮我多抓几副 这回 发簪就请您留下吧 毕竟 我们不能白拿您的药 都是相礼相亲的 没什么的 这样 我先去帮您拿药 好 软烂掌声 写得着信仰 爱 狠心的 却不放过自己 不停 不停 你命一命 醉 全就 眼下 看图画 等一等 将来 九尘的 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逃逃不清的芳芳 当只死下也算爱不着 不痛不害怕 当沙漠连着海洋 当月又成熟后 那只不够是爱哟 是爱哟的表达 可是爱哟怎么会痛痛 要是爱哟也不放下 不管天悲至少 只不够是爱哟 最后万丈天悠 也不后悔 未经许的 未经许的 未经许的